Zither Harp 据悉,日俄北方四岛争端的起因,是由二战后产生的,因为日本是战败国。 当时的依据亚尔塔协定宣布歧视苏联所有,而苏联解体之后,由俄罗斯继承,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国际区化格局。 安倍彻底惹怒俄罗斯,普京此举响彻全球,日本上空迎来俄军轰炸机面对日本得寸进尺的军事行动,俄罗斯总统普京终于再次强势出手。 普京曾说过的十大名言,其中就有一句,多动几次口不如轰炸机扇动一下翅膀。 据俄罗斯国防部昨日发布的消息,俄罗斯这次出动了空天军的两架图95轰炸机奔赴日本,在抵达日本附近海域时,受到了日本战机的全程半飞护送。 对此,日本方面对俄军此举表示强烈的不满,由于担心会受到突然的空袭,才会出动战机全程监视。 俄罗斯方面却称,机方轰炸机飞行,并没有违反国际规则,日本没有道理出动战机对其进行半飞,也许俄军轰炸机真的只是普通的进行飞行。 但是,日本方面可就不会这么认为,毕竟俄罗斯强硬的军事风格深入人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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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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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